东协股市上季表现突出 接下来第四季会否继续升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早餐 今天是10月23日星期三 我是Khali Herman 早晨 Khali 最近经常讨论美股和港股 但我们以前曾提及过东协股市 不如我们今天详细讲一讲 我们讲回东协股市 这里整体的东协市场 是由10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东南亚国家组成的 其中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 新加坡、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等 我们看回这些国家股市的上一季表现来说 整体MSCI的东协指数 其实升了18.3% 这个表现已经大幅抛离了美国和欧洲的股市 其中一个很大的利好因素 相信是联储国开始了减息周期 令美元的走势到湖远 也引导了团积在美元资产的资金 流入花路也是比较受到低配的东协市场 以至到整体的亚洲新兴股市 如果联储局未来继续去减息步伐的话 那美元有没有机会再次成为 支持东协股市的重要因素呢? 咱们说得对 因为我们看到上一季 美元回落的确对东协股市有帮助 我们看到过去10年的数据 美汇指数和MSCI的东协指数 走势倾向背持 所以如果我们之后看到联储局 在减息周期内 美元继续回落的话 相信东协股市仍然会受到资金追捧 另外东协的经济结构具有长远的优势 现在区内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大概30岁左右 远低于其他亚洲地区 因此他们也拥有优势的劳动力条件 去发展一些劳动物责型的产业 加上製造业正在转强 我们看到製造业PMI 已经连续9个月处于50这个扩张水平以上 可以看到过去两年 东协货币贬值有帮助到刺激出口 而近日我们看到中东的局势紧张 环球商品价格再到升温 亦都相信有利区内天然资源的行业 所以我们看到一连串的基本因素 亦都可以成为东协股市的趋势 没错 而且我们看回在美国刚刚开始减息的时候 东协市场陆续开始放宽货币政策 东协国家的核心通胀 基本上已经是由去年年头的时候高位 普遍都见到大幅回落 而且区内经济数据公布出来 其实变得比较正面一点 加上货币升值 亦都是为东协国家央行提供了良好的减息条件 而印尼、菲律宾、越南和泰国央行 已经在过去两个月双减息 而且在泰国、新加坡和印尼的新任领导人 在今年上任之后 亦都推出了一些现金派发 或者其他财政刺激措施 相信这些举措又再转一步 推动当地经济 和带动企业和消费需求 不过香文 我们看到东协股市 在估值上相对其他市场比较 是怎样呢 而且也想知道 东协有哪些投资主题 是比较值得我们现在关注呢 问得好 由于东协股市 在过去一段时间 都被到环球资金低倍 所以估值也是比较吸引的 我们现在看到 MSCI东协指数的预测市盈率 大概是15倍 略低于10年平均值的16倍 如果对比美股标普500指数 亦是低的 如果在投资主题方面 我们看到 全球绿色能源普及 会带动市场对相关原材料的需求 以制造电动车电池的原材料 涅为例 印尼和菲律宾的出口量 其实已经占了全球的三成 如果说是太阳能 越南、马来西亚 亦是继中国之后 太阳能光伏显现的主要出口国 所以相信东协地区的工业 和资源的出口 将会成为 绿色转型价值链的亮点 而另一方面 刚刚提到 东协国家人口的平均年龄 比较低 所以他们对于一些 新兴的科技的需求 和一些接受的程度 都会比较大 而相对很多成熟的国家来说 东协的数码化发展 仍然处于一个比较起步的阶段 所以数码化的转型 例如创新科技 电子商贸 支付系统 又或者是金融科技 这些产业 相信都运行着一个很大的经济价值 明白了 刚才聊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